可以让她学习蛋糕的分享 唱歌 分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各位家长你们好 我是Karen 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讲讲 24-36个月 即是两岁至三岁的小孩 他们的社交能力的发展 其实这个阶段的小孩很敏感 他们会知道你开不开心 会知道你有没有生气 还有他们有妒忌心 如果有弟弟或哥哥 他会看你的反应 小朋友都不敏感的时候 父母最好不要做比较 不要说哪个乖 哪个乖 当然乖是好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有时他就会有妒忌心 他们很喜欢群体活动 比如Birthday Party 大家都很喜欢 喜欢唱Birthday的歌 有时买一些Birthday Kick 给他也是好的 可以让他学习蛋糕的分享 唱歌 分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他也很介意 别人对他的评价 吃饭的时候 他不肯吃的时候 乖的时候 他就会多吃一点 他也会喜欢Role Play 在故事书本 介绍一些正确概念给他 看多些书是好的 但实际的时候 如果他要玩 例如这些书 打开 他可以是一个玩具 小狗是做些什么 晚上要睡觉了 玩要明天才玩 什么时候要洗澡 这些又教他 亦可以让他知道 生活的规律 一种种 都可以利用到 来培养小朋友 跟别人的沟通 还有他知道 自己要怎样反应 游戏规则是怎样的 懂得和别人分享 和别人打招呼 主动打招呼 这些礼貌 玩完玩具要收拾东西 这些都是可以透过一些书本 或者玩具去教他 他希望小朋友 可以有治理能力之余 只是对自己 亦都对人 是可以懂得去分享 他自己的感受 分享他的喜乐 这是一个健康成长的小朋友